周婦人, 別來無恙吧? 解藥呢? 解藥?你這麼乾脱殺人 一定要將他置諸死地 怎麼會有解藥? 你為什麼要殺周炳? 你不是告訴我, 你想取家入狗周炳嗎? 小鶴, 我想你忘記了自己的身份 叫你嫁給周炳, 這是他的任務 要你監視他 都這麼多年了 為甚麼你們不能放過他? 放不放過他, 不是我和你決定 他是唯一線索 可以查到帶頭大哥的真正身份 雍正四年, 有人策劃入宮暗殺先帝 行動還以遺文所指做暗號 事件幸好及早發現 先帝才可以幸免遇難 我還記得當天 我是負責追蹤其中一路人亂 但是我們追捕的 只是負責行事的資格 整件事的幕後主佬帶頭大哥的身份 我們一無所知 走 我勸你倆夫婦都要束手就擒吧 廣長 夫人 夫人 走 此時皇上的幕後主佬 帶頭大哥倒帶是誰 這麼狠狠 快救回家 是 夫人, 負責先走一步 來吧 老公, 等一會 叫我一口 總管, 他們雅破嘴裡有毒狼之盡 寧死保住大頭大哥的秘密 我們是否沒有線索 那倒未必周鴻還有個兒子叫周炳 當時周炳只有五歲 就在我們殺死周鴻夫婦前一晚 周鴻就把五歲的周炳交給他好朋友 大有功 這條線我們續續跟了十幾年 但是周炳甚麼都不知道 我在他身邊這麼多年, 日夜監視 但甚麼都查不到 他連他爹娘當日發生過甚麼事都不清楚 為甚麼你還要殺他 你要知道, 做黏肝人要絕對服從命令 明明有狼, 我們就要執行 其他的事根本無權過問 從小到大, 我怎麼救你 絕對服從, 不可以有七情毒辱 我不怕告訴你 這次的行動是黏肝絕最後一個命令 因為你案子將會解散 周炳對我來說, 已經再無價值了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就將手上的案件、物件全部毀滅 有這樣的必要嗎 這是最後一個命令 我們所有的目標人物, 無論是查到的事 都要斬草除根, 以絕後患 小鶴, 你和周炳做了九年夫妻 不是真的有夫妻之情嗎 我告訴你, 你是個孤兒 沒有親人, 沒有家 以前是, 以後也是 是黏肝柱養育你, 訓練你的 你永遠都是黏肝柱的人 為皇上賣命 任務未完成, 你自然該怎麼做的 我呢? 你別走 你的武功是我教的 而且你杜州夫人太久了 所欲展陣, 你不夠我打的 總管, 你至少告訴我 你向周炳下的是甚麼藥 我勸你無謂白費心機 我用的是五草山、千年草 離魂草、八便針 九筆生痛、斷腸草 種此五毒蛇, 必死無疑 大哥… 我不要打救我, 我哥哥, 快開門 大夫, 快點, 快點, 救人 大夫, 快點, 快點 快點…救我老公 你救他, 我求求你, 我求求求你 怎麼樣… 夫人, 這位相公新種劇毒 是呀… 還有五種毒草 千年草、離魂草、八面針 九筆生和斷腸草 大夫, 你懂得你五種草 你一定懂得醫治他 我老公是否有得救 種齊這五種草的毒 你不應該來找我們藥材譜 應該找好棺材譜, 我幫不了你 大夫, 不要, 你不能見死不救 你是傭夫, 是不是 不是, 我不想救, 我也不知道怎麼救 看來也熬不到多少個時辰 受不了天光 每種毒藥都有解藥, 是不是 你說甚麼我知道… 你說得沒錯, 有毒藥就一定有解藥 總之, 打個比喻 一隻毒藥是老虎 那隻解藥就是犀牛 其他的毒藥就是毒蛇和斑袍 解藥就是野狼和大將 你想想, 整群猛獸 在一個人的體內打打架 就算解賭毒, 人也受不了死值 我擔心不起, 你要幫我自己幫 我不敢幫了 吃又死… 試一試 阿昭 Francisco 阿穎, 阿穎? 阿穎, 你怎麼了? Fay, 阿穎 阿穎, 你不要丫..? 阿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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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豪 菩薩保佑, 阿兵一定要過到這一關 老公… 你怎麼樣? 阿兵…阿兵, 你怎麼樣? 老公, 你怎麼樣?你不要欺負我 阿兵… 阿兵, 還有氣, 阿兵 天亮, 過了天亮就沒事了 阿兵 阿兵, 你怎麼樣?你沒事吧? 阿兵, 阿兵 老公, 發生什麼事?我整個人都散了 我沒事吧? 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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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衙門有甚麼事? 朱大人想請各位馬上趕回衙門 他說京城那邊有消息了 新禮從浪大人梅京尚報朝廷 這次朱大人實聲官三級 那你馬上回去看看 我也去了 你當然要去, 你腳軟走不了 我甚麼都背你回去 那你慢慢, 我們先走一步 失陪 老公, 你還沒好就別回衙門 事關重大, 死也要去 豬大人, 上馬 來 大事不妙 我剛剛收到消息 秦韻大人一班到京城 就被刑部扣押了 你們一個一個反應我分析一下吧 究竟是否我們那件事被人知道了 大人, 我看不會吧 這件事我們沒說 秦韻大人更加不會說 沒人說的怎會有人知道 是呀, 鄭大人為人這麼好識 說不定可以露信強搶娘家婦女 被人告上刑部是真的 刺了…他之前貪了那麼多錢 現在被人告了 大人, 不用這麼擔心 放心…大人 俠賓大人, 你部狼中招大人 大同公民要見大人 查杭州知縣朱上人 旗下院城, 主報, 典史 巡檢等一江官員 辦事疏忽, 草率糊塗, 不安職守 令朱上人隔職查辦 其他一江官員一直幹職一級 罰諷六三個月, 以警孝悠 白色有狗人, 我早就說了, 丁大人 敢問招大人 下官究竟所犯何罪, 要隔職查辦 你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想我諸上人行得正, 站得正 究竟犯了甚麼惶犯 到現在你還不知道自己所犯何事 說你糊塗真沒說錯 還非常糊塗 這份隔職公文 你慢慢看, 看完之後馬上邪 明天會有人來頂替你的寂寞 為甚麼會這樣 大人 封信說你曾經寫過的奏捷 奏捷就說你想跟改公文 就沒有虛狠良田八百畝 只有虛狠良田半百畝 還承認自己一時糊塗搞錯 搞出這麼大的笑話 是自己請求懲處的 大人, 我明白了 秦安大人回到京師 被朝廷鎖起來 都是因為這封信 他明明說我們可以恨良田八百畝 但現在你一寫信推翻 就是說你做錯事了 假的…我沒有寫過這封信 有人無形我寫這封信 不行…我要上京告掌 有人嚇唬我 真是的, 不要 你搞大件事, 是你死的 你說甚麼 你根本就沒有良田伯伯 你找甚麼跟人爭論才行 萬一朝廷再派人來查的話 豈不是反應 萬一被人查出 你全心虛報 分分鐘懼得是幾寸的 行…但…我沒有寫這封信 你可知道嗎? 那個官人是我的 我明白了 平時那些公文都是你幾個幫我寫的 一定是你其中一個哭害我的 究竟是誰哭害我? 站出來 周廣, 原來是你 是, 封信是我寫的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我怎麼拿你的觀印 就是那晚 你在萬花樓抱著小谷 喝到像是死豬的時候 我就叫小谷幫忙偷了你的觀印 在一張白紙上吸引在放活原位 然後在那張白紙上 寫上你求情認罪的公文 朱尚仁, 我中環煙花之地這麼多年 你有不少老相好 我有更多舊相識 你…你偽造公文罪該處死 我現在還是官, 我要把你處死 事情讓了出去是你死的 你看徐案大人 他收了你這麼多錢 常情上去封公文必定誇大十倍 他一定說見到良田伯伯, 何其壯官 但他的下場是怎樣你有眼見 現在我幫你認錯 不過, 最多就當作寫錯一隻字 雖然刁官, 但怎樣也比他好 你保得住這條命, 你要謝謝我 你這個難怪師爺 我請你回來的受我促修 你完全沒有職業操守 做師爺不是幫官做事嗎? 你老師怎麼教你? 你不幫我做事不僅僅 還要反咬我一口? 是, 我沒有職業道德 那你呢? 你除了沒有職業道德之外 你還沒有人性 身為父母官 浩大氣功, 如辱百姓 貪官受賄, 得過且過 為了升官就說良田伯伯 逼他的百姓家破人亡都不管 你怎麼做父母官? 說得好 我是個爛鬼師爺, 但是我頂天立地 你呢?我教張你 我不用你教, 我現在解僱你 我要殺死你… 我殺死你, 我要殺死你 我殺死你, 殺死你, 殺死你 我殺死你 我殺死你 周兄, 你這樣不是辦法的 你別管我了, 我在這裡坐下就行了 坐下劃陷你的天 自從朱大人一時之後 我又變成了神台貓屎, 神憎鬼陷 官場中人, 個個都當了三下風 你每天坐在這裡, 由早到晚 天黑才回去 當你自己在回衙門似的 這樣不行 為什麼你不回家 坦坦白白跟你夫人說清楚 說你沒份工作 坦坦白白跟她說? 要不就人都坦, 要不就兩眼反白 加上坦白了 你只是為民請命, 教訓那個貪官 結果就搞得… 那來吧, 你比我更慘 現在正式扁了九品芝麻官 還沒了三個月的俸禄 怎麼樣?你生活成不成問題? 官我越做越小, 但我做得開心 況且這麼多年我都窮慣 兩袖清風, 沒所謂 我也習慣了, 慣了沒份工作 做得長, 慣了給大老爺 周兄, 行了, 你回去吧 還有很多公務等著你做 那都說可以了 現在衙門有多少人真的在做事 全靠你了, 你回去吧 那好吧, 你有什麼需要 儘管找我, 不要客氣 報仇 師父, 你別跑了, 走出去 師父, 報仇了, 師父 師父… 你是個臭小子 找你就差點追債了 你沒見過嗎?剛才我去你家找你 原來才知道你老婆也不知道 你沒了份工作 還說你回衙門辦公 我問問所有的人 原來你從早到晚都躲在這裡 那我也不想 從七歲我就養大, 替你成家立室 你沒份工作做得長, 找招不得慢 你是不是想餓死老婆, 找臭我 那我沒用 我不想跟你說 再說就火你還來 我為人為到底 剛才說的話你沒聽過 最多我報念滿了女老婆 那謝謝師父 你是我徒弟, 請你再一次給我看 你看你先看 每個人出入不是總督衙門 起碼都有義品功夫, 守直莫聊 你看你怎麼樣 怎麼樣? 那我沒用, 我知道了 你從小看大, 你盡得我珍存 怎麼樣?我不想說 過幾天, 師父大壽 麻煩你買些市政的禮物給我 換個光鮮的衣服 還有, 買些秀式給你老婆 你不要面, 他要面 謝謝師父 瞧瞧跟他搭碼了 師父, 不多狗 什麼?還不多狗? 只買東西是夠的 但是我這幾天都沒錢開飯 我怕捱不到那一天 我怕你差一個欠你 謝謝師父 老公…你看看, 漂亮嗎… 買呢? 好呀 這塊呢?這塊更漂亮了吧 買一塊吧 真的? 夫人, 你上班真的夠勇氣了 再買幾塊吧 拿給我 你看看, 很漂亮吧? 買呢? 夫人, 我們這處還有一些 更漂亮、更名貴的首飾 你想不想看一看? 全部拿出來 好的… 你今天怎麼吃菜藥? 好呀, 買呀 東西很貴的, 怎麼這麼爽口 沒有, 剛剛幫朱大人辦完事 有些花紅而已 那是不是有很多銀子? 一般, 不過那幾天師父擺大壽 我要我老婆扮漂亮一點 威足全場, 好嗎? 好呀… 老闆, 剛才我們選的那些 全部要求她 全部要求她 老公, 今天真的很開心 我沒試過一天之內買這麼多東西 喜歡就買 你看看… 老婆, 你沒事吧? 我早點找到你 怎麼搞的?整個煙通倒下來 信不信我拆了你給我 阿丙 老婆, 不用怕, 我不給你回家 老婆, 不用怕, 很快回家 老婆, 不用怕 疼不疼嗎? 老婆, 我說出名包東西很手勢 小時候包種種, 大時候包雲吞 現在包痛腳一樣聰明 你知不知為甚麼? 被你打得多了 整天自己和自己包, 狗病成醫了 還未熟能生效呢? 你現在的腳就弄傷了 有甚麼都不好做, 叫客人做 再不然就叫我 你現在先睡, 要倒茶滴水就叫我 老公等你, 睡了之後才睡 再次睡, 去睡, 去睡, 誰會 老公、 虎鬼 兩人 生氣 大跟班 space 快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趁虚吧 少爷 少爷, 這麼早回來? 日子差不多了 衙門沒什麼做就早點回來 那買這麼多東西? 不是買的 是雕大人和村民說送給少爺 他們說謝謝少爺你 他說讓你做伙食 擔心你生活有問題 對了, 少爺 我們是不是快連飯也沒得開了 你現在沒了工作前 那我們的工作前還有沒有墜落? 原來你早就沒了工作 那你哪有賺這麼多錢來送給我 老婆, 你先坐下 那些銀子是師父的 師父就是知道你窮 所以給你一些錢 你打算買一份好好看見的賀禮 讓他大小的天送過去 他不想你失禮 你怎麼可以把錢用來買東西給我呢? 師父有很多錢, 要買什麼他自己買就行了 況且到時那份禮物包得大大份 很漂亮的就行了 還是不要了 你先拿些東西回去買它吧 那怎麼可以呢? 要不然這樣, 就算是賣 也要等老婆先買今晚吧 這樣吧… 謝謝小婦, 謝謝小婦 小婦, 謝謝小婦 謝謝小婦, 謝謝小婦 大婉, 恭喜… 沒見一陣子, 嫂夫人依然神采卑揚 二夫人, 貴江游勝當年 鄧老爺真會開玩笑 老爺, 老婆, 謝謝你 謝謝我的什麼? 幫我爭取不少面子 你看你, 裝身後多漂亮 老爺…阿炳和阿興來了 你拿去 師父, 兩位師母 我們等了你們很久了 今天師父的大日子, 一定要早點到 師父, 一點心意, 不成敬意 阿秀 師父, 學生祝你老如重拍, 乖… 師父, 祝你授與天齊 乖… 阿炳, 你大過了 阿炳, 以後要生生生生生 師父給你們兩封大禮 謝謝師父 老爺, 禿貴他們幫你回去售 好… 老婆, 很醜瘦 你們的禮都夠大了, 客人 其實來喝杯酒水就算了 總之要花了這麼多錢 畢竟你剛剛沒了工作 家裡不太多錢就別讓人沖了 那支車這麼大, 借回來的? 對, 我也嫌他太大了 不是吧? 小一點好, 剛才插上那雙狗眼 飛燕 老爺來了還沒收禮? 老爺 狗眼看人低 算了, 她也沒說錯 那我們是沖的嘛 算了, 我們喝酒吧 阿炳、阿興、師母 阿興, 今天來了很多位小姐和夫人 你過來幫我招呼他們吧 不怕, 你看你今天這麼漂亮 況且他們也很想知道 你首次在哪裡訂做的 是呀, 大師母又不會害我們 你陪大師母吧, 我喝酒就行了 來吧 這位不是周師兄嗎? 還以為是誰?躲在一邊喝悶酒 三位師兄可能沒見過 真的不敢當, 周師兄 你進門是最早的 我們應該記得一聲大師兄 那就是 我還記得當年 師父在我們面前誇獎你 說你他日阿彪會成為一代名牧 說到當今名牧非三位莫屬 那倒是呀 要不是回來跟師父賀壽 我們幾個大亡人 真難有機會聚首一堂 就說我 我在京城跟隨總督多龍大人三年 三年才是頭一堂 可以回來跟師父賀壽 姚師兄, 你能這多路嗎? 我還記得你入幕十二年 曾經跟隨過的 偉偉都是朝中拳重一時的眾神顯貴 多虧各位大人, 賞識而已 不過有時候真是不知是福是和 大人什麼都相信我, 給我做 真是忙得慘了 對了, 大師兄 最近在哪裡署發財? 你不知道周師兄現在出了名嗎? 簡直名震浙江 是嗎? 是 這麼轟動的大案你也沒聽聞嗎? B單案是大師兄一手包患的 他處心積慮令到杭州之縣刁官而逃 所有官員全部降一級 一個幕僚又弄得岩門雞毛鴨血 簡直是天下其民 真是厲害 大師兄, 你弄得那個官也沒得混 那豈不是連你也沒得混 大師兄, 你真是能混得夠煤 你不知道大師兄出了名嗎? 煤的嗎? 大師兄, 那你真是不對 一個幕僚有什麼應該做 你忘記了嗎? 你把師父教你的東西丟在哪裡? 當日師父教我們 幕學第一大規條就是官為主治 我們作為幕僚的就是助治 官場險惡 我們的職責就是輔助官 令他平暴清雲 但是你就反其道而行 假如我們個個都像你一樣 刻刻意整理官為樂 那哪有人會相信我們這些幕僚 你收得東家錢, 做這種事 因著有報應 三位, 我這樣做都是出於天地良心 你們想想 如果衙門真的虛報多了八百貌的糧田 出你的百姓要多交三萬石王 知不知道多辛苦才有三萬石? 你吃官之鹿就應該救生不救死 救救不救生, 救大不救世 救官不救民 但你做幕僚的有四救四不救 你不是什麼都不記得吧? 無論如何, 也沒理由 女生叫做官的自得 什麼是救官不救民? 你也會說吃官之鹿 那官的房子去哪裡? 豈不是又去百姓那裡? 你是不是三差不計得惡夢了? 你叫百姓出速收給你 人家是賣豬球榮的 你?賣豬球是什麼?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你不說我們說, 你發脾氣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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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爺, 沈老爺和沈公子來了 馬上出營 來, 順便臉 沈美, 大兄, 恭喜… 我謝謝你 沈老爺 兩位嫂夫人 君伯, 上前見過戴老師 君伯, 拜見大老師 祝大老師重學延年, 福壽安學 好…沒見你這麼多年 現在殺了一條人才, 豈語謙愚 進來, 我介紹我的朋友來認識 他們全部跟你爹相交了幾十年 還有不少名人莫嚇 君伯, 今天大老師大仇 你應該趁你的機會 請大老師幫你引戰幾位合適的人選來幫你 沒問題, 你們在信中已經提及過 你即將去江蘇上任 需要一些幕僚幫忙 我已經和你物色幾個門生 他們是一時的名國 他們全部都在京城回來 只要用得著, 儘管跟我說 大兄, 聽你這麼說, 他們這麼有來頭 幫阿君伯手會不會冤枉他們 不要緊, 只要我開句話 一定沒問題 師父 師父 夜先行見過沈公子 沈公子… 沈公子遭到江蘇從江府上任 所以我要幫他找人幫忙 之前我也見過江蘇總督立蘭大人 知道沈公府金山縣將會有個資縣的空缺 會在接下來的六月初三度任 原來就是沈大人 似乎各客對天下事都來如指掌吧 也差不多 人炳, 你又來了 我這個學生博文強記, 精通文物 是京城道政衙門裡面的舒啟師爺 他最擅長是寄人名 所以又叫他馮四季 朝廷內四品以上的官員他也很熟 而且關係也不錯 我想過由他幫你打通人物 將來你在官場上一定是無往而不利 那倒是, 在官場裡最說的就是關係 正所謂, 朝中有人就好辦事 這個是文言祖 是出名的盈冥師爺, 他熟讀洗玉綠 曾經跟隨應報郎大人六年, 呂破其安 只是師父你搞道友方而已 還有, 這位是山西第一錢谷師爺 姚學信, 他最擅長理睬 兩年前嚴運衙門的郎大人 已促收三千兩重金禮聘 做潛谷師爺 幸好他把鹽運衙門那盆菜重新整理好 不然朝廷一查下來, 發覺混亂不清 洛大人輕則刁拌, 重則處斬 師父客氣了 其實以金山縣這麼小的地方來講 要搞好盤數很簡單 現在既然師父已經開口了 我想我們也可以用幾年時間 來幫你一把 讓你站穩一腳, 就自然一帆風順 謝文昇, 師父跟沈君博去了哪裡? 老爺他們入了書齋嘛 對了, 我看師父好像很緊張 那個姓沈的那樣 你知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這些我又不知道 我就是剛才送過茶進去 我會憑人也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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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憑人也不白 幾位是朝中的名望 每年的促修都應該不少 老實說, 我家中是江蘇首富 你們的促修多多都比得起 最重要是值不值的 嚴責你的意思是… 沒什麼意思 幾位的事跡我都數有所聞 簡直如雷冠矣 我聽說, 姚先生可以在半年之內 整理好天津衙門的帳目 由日不夫之, 變成大有盈餘 為什麼? 之前的衙門已經財政干潔 你只是考納名歷 以苛捐集穎, 保住官的烏沙 帶著百姓的死活於不顧 搞得老百姓叫苦連天, 你知不知道? 難道這些就是你這種師爺的良心? 舊正氣果然以民為衷 我們的職責本來就是為大老爺出謀献查 結果才是最重要的 沈大人, 你一隻腳都還沒踏入官場 還沒知道官場規矩 恕我唐突說句吧 官場波骨魂鬼, 說錯一句話 隨時都人頭落地 你連笑棄勝, 心高棄嬰 出言不信的話, 隨時都會惹禍 馮先生, 我知道你懂得打關係 做人夠穴位 你天天陪著大官官親, 喝喝吃吃 餐餐包圓如枝 一餐飯也一千多百兩 送給互報陳大人的花瓶 就已經三千兩 這些全都是老百姓的民資民高 如果個個都像你這樣 顧著喝喝吃吃搞關係 對, 官場裡就官官相慰 沒人為老百姓做事 那讓你和養隻老鼠有甚麼分別 好 沈大人, 你這麼說就不對了 你說我們官官相慰 但任何有秩序的都有上下先後之分 易經都有魂, 天尊地碑 無規矩又怎能成方圓 凡事都要分尊碑 沈大人也應該讀過聖賢書 有些事不用我教你 你沒有上級的支持就去施政 怎能為人文謀福祉 天地有正氣, 是非黑白, 志在人心 很好 初生之族在無的放遲 你就當有人在這裡放臭屁 沈公子未必是這個意思 對不起, 君伯就不像一些官場的小人 在擾亂民生 我做官的都希望老百姓 可以安居樂業, 天下太平 不像這些人在指指點點 以為自己做過甚麼大事 我們也是時也命也才不能當官 幸好, 考老公明得讀了一官半職 只不過你讀過幾年 知福者也的八古文 大清律例, 你又懂得多少 我知道你最擅長刑法 那我想請問一聲 你還記不記得八年前 揚州幸花客棧一案 一場大火燒死了二十天 連客棧的老闆也燒死了 官府認定是謀殺案 你們早早捉了四個從火場走出來的人 說他們殺人放火, 謀財害命 一個當場平盡而死 三個說即時處決 但是他們在獄中寫血書 口口聲聲說他們是冤枉的 甚至去到刑場紋斬的時候 六月飛箱, 很明顯有莫大的冤情 但你們也不管 為了可以結案, 就寧枉無蹤 最可笑的是一年之後 老闆, 既然有人來投案 說自己才是真正的兇手 連行兇的過程都可以說出來 那你說, 當年你有沒有錯殺無辜 你跟隨狼大人六年 斬殺罪犯二百三十六人 你問問梁森 有多少個是冤枉? 有多少個是罪不治死? 有多少個是苦打成招? 師父, 我問你 晚上睡得著, 有沒有冤魂來掃命? 很好… 看來學生也是有負師父所託 我們先告辭, 告辭, 師父 什麼… 說得好, 做幕僚做到他們那樣 不如回鄉下收拾牛市吧 師父, 師母說外面可以入籍 叫我來請師父和沈公子出去, 請 大老師, 請 君婆, 剛才你跟大老師進去這麼久 你們說得怎麼樣? 大老師, 剛才真的得罪了 你千萬別這麼說 你說得很有道理 那些人的所作所為 都怪我這個做師父的 平日沒有好管教他們 然而我現在才知道你需要些什麼 我還有一個人選介紹你認識的 周炳, 剛才你說的那些人的缺點 他全部都沒有 他做什麼都是以百姓為先的 你說什麼為民請命呢, 他就… 周炳, 我跟爹搭到浙江 你聽過他的名字吧 他十年內用過二十位東家 最長一份都不超過三個月 富閒在家的時間, 比回衙門還多 都沒聽過他做過什麼 你… 喝酒吧 不過最近我做了一件大事 就是弄到一位元老爺丟官而去 真奇怪, 做官的請我師爺 都是來幫自己的 怎麼會找我師爺來害自己的 我… 喝…喝酒吧 每個人擅長的事都不同的 有些人最擅長的就是賭米 喝一杯…上一條戲吧 老爺, 你叫人上菜了沒有 老婆, 你幹什麼 我舊的雞不漂亮, 夾個第二塊 老婆, 進行一個 你叫人上菜了沒有 你叫人上菜了沒有 婆婆, 你叫人上菜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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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如何發熱 老婆, 嚇死我, 我以為不見了你 那就這樣 為何你在轎外面, 我在轎裡面 你喝醉了 不行 老婆, 你腳受傷了 我這頂轎租回來讓你坐, 你坐 我都說你坐 你坐 你還要是推來推去 你又不坐, 我又不坐, 你想怎樣 老婆, 上面有幾個月光, 你說多漂亮 都說你喝醉了 我沒醉, 我記得剛才那些人說什麼 我記得沈芬婆她說我什麼 她說做官, 請我幕僚回來 是幫自己, 不是害自己 老婆, 你對話吐得我好辛苦 我都沒有害人 我想幫洪洲的老百姓, 我有錯嗎 你沒錯, 老公其實我明白的 你有志氣, 不想做殘酬師爺 雖然我讀書少, 但無理如何 我都會支持你的 老公, 其他人誤會你不要緊 全杭州的老百姓, 都謝謝你就可以了 老婆, 你對我真是傲 老公, 我們成了春這麼久 都好像沒試過這樣看月光 都挺舒服 我真的有時候會死到 你會死到哪兒 我就是... 你很難得 你還要死到哪兒 我還要死到哪兒 你會死到哪兒 我也是… 你會死到哪兒 我一定會死到哪兒 那兒 我會死到哪兒 你會死到哪兒 你會死到哪兒 我會死到哪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子氣 不要反抗, 鄒兵金在一起一定去死 我知道我不夠你打 但是我不讓你傷害我老公 来为你 同某事理 能变出朝中言善计 从未要发光台前 从未故意的闪现 光辉宽少声 我习惯靠于一边 情在边 甘心识言 你与我角色之间 转变真心分量